我們的訊息是如何回應神的管教和修理 聖經有說到 結果子的資子修理乾淨 有很多人以為不結果子才修理乾淨 但耶穌說結果子的那些修理乾淨 我們一起讀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資子 他就展去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 使資子結果子更多 這裏說到 不結果子的那些就展去 即是完全沒有屬靈生命那些 即不是說你還是基督徒 不過你很遠就很遠的那些不會展去 不過其實那些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做一種這樣的基督徒 曾經有個基督徒跟我說 有個基督徒說 他說考試有合格的 60分合格 那我就不想做那些100分 80分那些 我只想60分去到天堂 你告訴我最少最少做什麼 即是有個基督徒這樣跟我說 那我就告訴你 這個觀念非常之不好 因為你覺得好像 只是做到最少最少 緊緊上到天堂 那我就有世界的福樂 他以為 又有天堂的福樂 那兩樣都有了 其實這種觀念 是很有問題的 也有很多基督徒也覺得 我不用結果子了 我完全不用結果子 總之我相信耶穌就可以了 那這個觀念也是錯誤的 因為聖經是說到 不結果子 零果子是完全展去的 在馬太二十五章 有三個比喻說到末世 那第二、第三個比喻 都是說到膠漲 那第二個比喻 就是按財幹受審判 就是一千、二千、五千、三個博人 那這三個博人 五千、二千的 就賺回五千、二千回來 他就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博人 而那個埋藏在地裏面 一千的那個 那個就要放到外面 黑暗裏面 在那裏哀哭設止 這個人是不得救的 第三個比喻 就是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那些就是綿羊 沒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山羊 山羊去哪裡呢 就是為魔鬼和他使者 所預備的永火裏面 所以這兩個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信耶穌之後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我們要很清楚信耶穌得救 但是我們信耶穌之後 耶穌會激勵我們生命的改變 會去 我曾經有教導說到六樣的果子 就是會繼續悔改 繼續離聚 繼續信靠耶穌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 第三 親近耶穌 成在耶穌裏面 不在他裏面 他就瘋在火裏燒了 然後第四就是愛耶穌 愛神 如果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做可就 聖經也很清楚說的 然後第五樣就是遵從神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夠進天國 然後第六就是侍奉 侍奉不一定在教會的侍奉 任何我們祝福人 幫助人認識耶穌 但一定 聖經也說到侍奉是做在主的底身上 即是在天國裏面 幫助人信耶穌 或者幫助他成長 這些就是結果子的 如果一個人是零果子 即是他完全生命沒有任何改變 沒有任何果子 即是他生命有問題 不結果子的就剪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說我僅僅得救 因為那個心態可以是一個 真是完全不結果子的心態 好了 然後接著說到結果子那些是怎樣呢 他就修理乾淨 那麼目的是什麼呢 使知子結果子那麼多 我想大家留意 那些英文的phrase 那些phrase就是說 它有些是說到原因的 這裡說到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凡結果子就形容這些人 他就會修理乾淨 然後呢 使得他的使字 使得他結果子更多 目的是結果子更多 就不是使得他更加痛苦 其實這件事 修理不是為了痛苦 是為了叫他結果子更多 那麼問題就是 神怎麼修理呢 我們怎樣面對修理呢 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訊息 希望大家對於修理是有一個正面的心態 最重要是對神有一個正面的心態 於是我們想到神 至於很開心的 但是做了牧師之後 就有很多聲音 有很多要求 那麼當時來說 也是一個同工 因為他有他的要求 那他從我以前的太太 已經識勞歸主的 就說了很多 我好痛苦的時候 真是痛苦到不得了 那麼我開始一個習慣 整天都呼求耶穌 和你恩代憐憫 釋放我的心靈 還有我學會用詩歌讚美神 尤其將一些音樂配到詩篇 因為我都會唱的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團過 乃你愛知 我唱的時候 我都會鬆開了 這個過程都是神教我 越來越進入神的同在 而後來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更加如何學到處理生命 更加學到有神的喜樂 那是更大的潔淨 即是過程更輕鬆 過程是將我修理更多 為什麼修理呢 我真是 後來有什麼人對我有什麼傷害 我可以看著他 我一直想 這個人他很想傷害人 如果我有做錯我會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做錯 我的心就會分辨 他是一個想傷害人的人 我不用介意 這個修理令我分辨到人的質素 世人都犯了罪 於是我就不將他的傷害放在心上 亦都經常深信神愛我 於是我經常都得力 這個過程其實對我很好 並且令到我有很多好的教導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一直推出 我很想寫更多的書 去使用這些教導 去傳揚這些教導 所以這個過程是對我有益處的 是對我有幫助的 不過過程是很痛苦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面對一些痛苦的經歷 一些痛苦的修理 另外聖經也有說到管教 我們一起讀一下 生生生的父都是暫除己以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這裏講到就是這位真神是會管教我們的 那又是有個目的 是要 就是我們看聖經要留意的那些重點字 是要為了叫我們得益處 然後接下來有甚麼目的呢 使我們在他聖結上有份 神是想我們聖結的 我們脫離罪的動力有幾樣的 其中就是說 罪一定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來偷竊殺害偉壞 你有甚麼他就會破壞 尤其你有好的侍奉他一定來破壞 因為他知道這個人有問題了 有罪了 而他又在做侍奉 他會覺得這是我的目標 那麼他就會傷害這個人 我也認識有牧師因為犯奸人 抓去坐牢 那是真是很慘的 結果是很嚴重的 魔鬼真的不會留守的 他是會搶到多少就搶多少 殺到多少就殺多少 那就是說 神就想我們在聖結 先說一個動力離開罪的動力 第一就是罪是破壞的 讓魔鬼留地步 第二 聖結 聖經有說到 非聖結沒有人能見主 就是我們聖結 這個聖結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耶穌的義僕家 就是我們身上 這是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有的八百禮物 第二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在啟少女有說到聖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所行的義在我們身上是我們的榮耀 在啟少女有說到我們穿著這個細麻衣 就是聖結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兩樣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同時有耶穌的義 亦都同時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說我們每一樣所做的 為耶穌而做的事 都會在我們身上成為我們的榮耀 成為我們的祝福 亦都可以以後永遠的賞賜 所以是非常好的 這些管教是希望我們得益處 以及活在聖結之中 大家都得福的 所以我們的動力就是 在污衛之中是痛苦的 在污衛是不開心的 是心裏面很多內疚的 但是活在聖結 神又歡喜 生命又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 知道罪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魔鬼來通事殺害委員 以及耶穌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犯罪一定帶來不好的後果 我們就說我聽完耶穌說 一定帶來益處的 我們看一些聖經人物 若生被神修理 其實他很有恩賜 他早已發夢見到他將來 如何使用神 但他就經歷了一個很大的痛苦 這個痛苦第一 我們要明白 是否神令到那些歌出了他 不是的 是人的罪 人的妒忌 因為罪永遠不是從神而來 不過神就會使用這些人的不好 來成就祂的計劃 這件事是神那種勢力 自己有說的 萬事互相效力 要愛神的人得益處 萬事包括順境逆境 神會使用順境逆境 對我們都有益處 即是神能夠在萬事中做功 這個亦看出神那種全能 祂能夠在所有的困難裏面 祂會做事 首先你做甚麼呢 令到我們依靠祂 帶領我們依靠祂 但是我想說 遇到困難有兩種反應 有些基督徒永遠都是埋怨的 他們得不到益處 聖經說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但是以靠神、親近神、愛神那些 就會得益處 首先內心的修理和提升 內心的潔淨 生命的提升 第二 神會開路 好像藥室 祂一去到埃及 在創世紀記載是怎樣 祂主人就寬起祂 將一切事交給祂 這要看得到 第一 聖經也說到 因為耶華與祂同在 祂雖然被出賣 但祂依然不是埋怨神 祂可能有那些埋怨也未定 我們不否定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說不知道 不過有可能 因為人的本性 有沒有搞錯 那些有歌出賣我 怎麼了 可能都會想 不過問題是多久 因為肯定祂去到埃及 已經不在這個狀態 祂可能已經很快處理 多久 我們不知道 很快處理 以至去到那裡 耶華依然與祂同在 即是祂一直親近神 這就是祂內心的修理 提升祂的生命 神的同在一直跟祂在一起 祝福祂 這就是神額外做的工作 神除了修理祂內心 祂會為祂開路 以至祂的主人信任祂 不過可惜那個主母 就被魔鬼使用 引誘祂 祂又不讓步 但是這個主母就控訴祂 他去坐牢 他又得到監獄長的信任 又交託給祂 後來他也得到啟示 結果他可以成為了埃及的宰相 這就是神的安排 一個就是修理祂內心 但是另一個就是當祂聽話的時候 神就為祂安排 他在埃及其實很困難的 需要學埃及文 好辛勞做奴隸 被祂主母控無告 亦都需要去坐牢 但是他堅持親近神 被神修理 磨練和提升 祂整個生命就提升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想不想好像約瑟那樣 給神提升 我們就學約瑟那樣處理生命 另外一個人物就是大衛 他被神修理很多東西 第一 他被他父親耶穌和哥哥們 都認為不會是受高者 因為當時薩姆爾來到 他還在放羊 其他幾個哥哥就在薩姆爾面前經過 他爸爸也不想起 我還有一個兒子 他沒有想起 是薩姆爾問他 你還有沒有兒子 因為神說了有一個是 但這裡個個都不是 即是他的父親 他的哥哥都不覺得他是特別的 後來他去到打仗 他的哥哥就說 你為什麼不去放羊 走來這裡想看東西 即是在這裡嘻笑他 第二 他被蘇羅追殺 即是很無辜 他兩次有機會 但他不殺蘇羅 他兩次有機會殺他 因為他是神的受高者 這也是神在他裡面做功 在他裡面做功 他為了他割了蘇羅外婆的醫覺 他也覺得內疚 這個聖靈在他心裡做功 讓他知道 我真的不可以殺神的受高者 然後其中一個人叫拿伯 用惡意批評他 但是阿比該就勸他 不要去殺拿伯 這些都是神在大衛生命中的修理 在他的詩篇很多時候都會說出 他那種內心的掙扎 在這些經歷中 他依靠神 被神修理 他教導和提升 整個生命就提升 即是每一個人被神使用的 都一定會經歷過不同的磨煉 人 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人人都會有 這些個個都有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我們周圍的人都一定有問題 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修理是對我們有益處 因為將我們打低了 真的有些基督徒是被這些磨煉 打低了 是經常都說 哎呀 我真的很慘 你看看我的苦 大過世所有人 神都不幫我 這種很負面的反應 另外就是保羅 他很特別的經歷我們一起讀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 就過於自高 所以有根次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旦的差異要攻擊我 免得我過於自高 為者是我三次求過主 叫者一次離開我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備我 這裡講到有根次 不過這根次是什麼呢 有些人不同的猜測 不過不要緊的 他就講到 加在我肉體上 所以是跟他肉體有關的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都不需要猜 總之一樣苦 他就 說到這個就是撒旦的差異攻擊我 有些人就說 魔鬼攻擊他了 問題就是我們信靠神 親近神的人 魔鬼是攻擊不進 一些一點是重點 但有些人又怕 死了我今天發燒 今天跟家人吵架 今天又跌倒 是不是魔鬼攻擊呢 經常都害怕 其實不需要害怕的 我們最重要是保守自己 走在神的路上 跟神有親密關係 所有的問題處理 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不用怕有什麼事發生 魔鬼會攻擊我 其實神才是掌握那個 所以我們那種觀念 我真的聽過很多 經常都說 魔鬼今天又攻擊我了 這種信息我收了多少 那我就會解釋給他聽 你跟神有關係好的時候 你處理生命 你不用怕任何的攻擊 任何問題 你不要想是魔鬼攻擊 你只是說 這個可以是磨煉 還有這個可以是我犯的罪 但如果的後果 我就處理生命 好了 他三次求過主 他不是不斷地求 然後主就跟他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這句說話很簡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三隻光碟 是說到耶穌在中國 很久之前的 裡面就說到有一個人坐牢 是一個侍奉的人坐牢 他就很辛苦很辛苦 他就跟耶穌說 神啊 我真的很慘 我真的想死 我現在很困難 然後他就聽到耶穌跟他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 那他就很平安 因為耶穌跟他說 他很平安 我的恩典救你用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都是 多困難也好 神的恩典救我們用 所以他說 因為神的能力 在人的軟弱上面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我們都是軟弱 普叫基督的能力浮避我 就是基督的能力 遮蓋我 我是愈弱的 不過我有神 我就有一切了 所以我不用擔心 我們看到這三個人 都是怎樣在困難中 依然倚靠神的 而聖經說了 萬事都互相效力 就是無論是逆境 信境 神都做功以致對我們有益處 所以我們住到什麼困難都好 不要緊的 相信神 神一定祝福 當我看回我的人生 這幾十年我信主之後 我真的看到神的帶領 是很奇妙 每一件事都很奇妙 我看回的時候 我就說 神啊你真是很好 真是很好 所以我經常都很喜歡神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經常都很喜歡神 神真的做了很多好事 很喜歡神 我們就信任祂了 就不要害怕 信任祂 什麼事發生都好 不死得的 一定有好處的 只要我聽神的話 一定是對我有益處的 好了 聖靈幫助我們回應神的修理 我們面對神的修理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聖靈來到 就會 對不起 祂就來到 叫我們為罪 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叫我們心裡面 會有聲音提醒 我們裡面有沒有什麼不信靠 有時 耶穌說到 那些結果 主要我們就想修理關正 即是說那些結果真是好 即是說未必是因為祂犯的罪 不過祂可能有些事需要提升 我們生命需要提升 這些地方 聖靈就會提醒我們 我們怎樣不被人影響 我們怎樣在什麼環境都有喜樂 有力量 什麼環境都是祝福人 以善性惡 雖然那個人 他未必是做什麼不好的事 但是這些都是我們學習的 就是有什麼人怎樣租資我們 我們都是以善性惡 不代表我們任他 查 這個意思我想解釋 我不是任人利用 我作為牧師也是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 我買屋怎麼辦 我收你的屋怎麼辦 我說這些不是我的專程 我是牧師 我幫你熟靈的生命 我不會跟他查一下 看看買屋怎麼辦 我不會跟他查一下 這些不是我的膚照 但是有很多人 他有很多東西都找我 但是我跟他說 最重要的是你依靠神 另外一樣 有些人經常找我 他說 你只要有什麼水祈禱 牠的狗、貓不見了 牠的家人又有病 我說第一 我們應該祈禱祂信耶穌 因為那個人不信耶穌 他得不到祝福 有些人以為代討 就會解決人所有的問題 代討 那個人明明都不信耶穌 代討就會搞定 其實聖經是沒有這麼說的 先求祂的國 跟祢的一切才加給祢 就是說 祂不信耶穌 根本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祂跟神是隔離的 所以我們是幫祂信耶穌 祈禱 我們祈禱的時候 代討也能軟化祂的心 求神軟化祂的心 我們也要傳福音 不是我們祈禱 我說祈禱不代替傳福音 因為有些人覺得 牧師祈禱了 搞定一切 什麼問題搞定了 但是我不會讓別人這樣 好像當我是任用的 但是我其實經常都幫人 其實都有不同的人幫我 不過我幫祂是按照神的方式 幫祂認識耶穌 聽耶穌話 我亦都有對公一切 將一些工作分配給祂 我們去跟進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聖靈會提醒我們 我們的生命 我們如何讓神使用 神會提升我們 我如何讓神使用 這些人想我幫祂 我最重要是幫祂 如何回應聖靈的感動 讓神使用 我自己也是這樣 聖靈會在這過程中 都會提升我 以及提升這些人的 好了 我們對於神的管教 以及修理的回應 有不同的回應 第一 左邊 這是神的禮物 我歡迎 這個很難的 明明是困難 明明是被人罵 但是這個過程 我依靠神 神一定會幫我 當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以後有人會傷害你 你會說 這是一個過程 不要緊的 神會提升我的 這是修理的過程 不要緊的 不能死 不會拿走我的東西 如果這樣的心態 就很得性 有一個基督徒跟我說 如果我照你的生活方式很難 什麼都依靠神 什麼都讚美神 什麼都對人好 我說 其實我的方式是很好 為什麼 你會很輕鬆的 什麼事發生 又不緊要 又不死 別人傷害我 我又祝福他 我的心完全沒有任何的內疚指控 我的心是輕鬆 我是開心的 因為我在祝福那些對我不好的人 這種反而是輕鬆的 我說我很輕鬆的 反而他是不輕鬆的 因為他說那些人很壞 我現在很生氣 他就覺得 哇 搖树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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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很難 我說 其實你搖树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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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神的美善,於是我遵從祂,神亦都欣賞祝福和賞賜 這樣你一生人都是開心快活地侍奉的 這是神的禮物 好了,那些不好反應,我做個交叉 為何這麼痛苦,做人 哎呀,想快點死,真是基徒跟我這樣說,我想快點死 神在哪裏,祂都不幫我的 我沒有問題,問題在人身上 這些都是人的負面反應 我們知道其實我們都有問題,個個都有問題,我都有問題 我需要處理怎樣被神去提升 我想被提升,一定要被耶穌修理乾淨 我們到臨死那天,都有些東西要修理的 我們個個都有些東西要修理 愈修理愈好,愈開心愈祝福 這樣的心態就好 就不是說,我侍奉這麼多,也有這麼多苦的 這樣就好慘了 但是我說,我侍奉這麼多,神就將我修理更加乾淨 結果結果指更多,更多,更多得到神的喜悅 還有我們知道,一定回應聖靈 就是我一定知道要離罪 因為罪就是控訴和攻擊 罪一定帶來不好的後果 首先你知道罪是得罪神的 罪一定帶來破壞 於是我們學憎恨罪 以及留意自己怎樣被罪留地捕 這是我們要分辨的 跟那個人一起就容易跟他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跟他一起就會埋怨 就會說閒話 我留意到怎樣被罪留地捕 有些什麼不好的習慣 思想模式 為何經常都想到,神也不幫我 這些就是負面的事情 我們留意到自己什麼地方有破口 自己的模式 當我們留意到的時候 一有罪的意念馬上選擇遵從神 馬上討告選擇遵從神 這就是堵住破口的很重要 而相信任何的罪,包括負面,憂傷,憂愁 批評,埋怨,怨恨,憤怒 這些都是對我們不好的 我們就求此幫助我們處理這一切的問題 悔改罪 好了,聖經講到聖賊 領聖餐之前,人應當自己聖賊 然後吃者餅,喝者杯 為親近神,我們首先聖賊我們的內心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保守我們的心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我有時接觸不同的人 我比較接觸多那些非洲牧師 真的有人告訴我 他們有些人會用無術 想得到更大的能力 在聚會很多人聽過 於是他的教會很大 我會說,神不喜歡 他完全是白做的,因為是落地獄的 真的有的,騙錢真的有的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有一個人去到非洲 他就想幫那些 非洲牧師、宣教等等 誰知道去到 他就被人整藥,昏迷了 然後他醒來時,甚麼都沒有了 這個世界可以有些事發生 例如說香港沒有,非洲有 但我想說,其實到處都有 不過模式不同 心是到底想祝福人 還是想擴大自己的領域 我們擴大自己的領域,沒錯 不過如果擴大自己的領域的時候 是只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神 神喜悅的 即是有些人只想擴大 即是有些教會他搶羊 他用一些方法 如何將日的教會 尤其是領袖搶去他的教會 這個其實 其實很糟糕 很糟糕 因為神不喜歡的白做 並且他的生命是打大折扣的 所以這些 我們真是的心 神幫我們的心是正的 心是正的 我們一生所有做的事,神就喜悅 求主幫助我們省策 即是我們想神修理 一定修理我們的心 以及處理我們的心意 彼得祂叫耶穌不會登十字架 耶穌說 耶穌說,撒旦退到後面去吧 你是叛惡救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我們看聖經 我希望大家習慣留意看每一個字 留意那個字的重要性 他要指責彼得 因為有很多人憑記 彼得為甚麼被責彼 因為祂叫耶穌不要登十字架 這樣就只是那個原因 沒有想到聖經講的原因 聖經講的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心意 你只是體貼人的心意 問題是他體貼人的心意 所以問題不是祂叫耶穌不要登十字架 而是祂的心用人的想法 我們人的想法可以是我們自我 人基本上不喜歡人指出他的錯 人是不喜歡人去修正他 提醒他 我們不喜歡的 有些人是有不同程度的 有些人是很強烈的 人家說的那麼多東西是很敏感的 但就算不敏感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有時不舒服的 但我就提醒自己 我要歡喜接受我太太的提議 我歡喜接受人的提議 即是不要覺得自己適合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人的意思 另外就是周圍的人 周圍的人都是這樣看法 於是我就跟了 我想說一件事 我也說過幾次的 就是靈欣派是很好的 聖靈充滿 不過靈欣派有些教導 的確真的不在聖經拿出來 我們要分辨 用聖經去分辨 聖經分辨 我們就不是體貼人 就說我是靈欣派 於是我跟了那些 其實我們要分辨 誰是神喜歡 誰是神不喜歡 我自己都很驚訝 有些教導 聖經是真的沒有說 我求主光助我們 有這個心去分辨 哪些是神 因為你做神 吩咐那些神才喜悅 我們按照聖經的話語 但有些人說 我有特別的啟示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這個啟示 一定要合乎聖經 不可以維會聖經的 如果聖經證明 它說領受的是錯誤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可以 接受這個教導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就是體貼人的意思 頭主幫助我們 行狗 用聖經去分辨我們的信仰 每一樣聽到的 我們要分辨 我自己我感謝主 我是有兩個 釋經神學的碩士學位 我是 我們上課 一上課老師是甚麼 拿《希伯來文聖經》 或者《希臘文聖經》 就跟著逐個字去查 所以我習慣了逐個字去看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習慣 去分辨 就是我要跟著神的心意 就是從聖經得到神的心意 耶穌也是 耶穌是這麼完美 但祂說甚麼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穌當時也是很苦 這個苦不是最重要 不是最重要是祂死 而是祂要成為罪和周座 在聖經《歌人》後師說到 祂要成為罪 又是成為咒作 祂要成為罪的化身 和咒作的化身 是非常痛苦 祂被天父咒作 我們真是感激耶穌 在當時祂是非常痛苦 祂說如果可以 祂說你將這個杯離開我 但如果不是 照你的心意 我們會不會照神的心意 你照神的心意 神就會喜悦你 神就會提升你 我們想被提升 不是用特別的trick 即是一些 甚麼狡猾的方法 一些古靈精怪的方法 不是一些甚麼方法 聖經說得很清楚 愛神 愛人 遵從神 侍奉神 榮耀神 處理生命 這些都是神喜悦的 聖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屬聯生命 一定是以這些為基礎 照神的心意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 而且留意我們的眼睛 不要變成昏暗 我們一起讀一下 路加十一章三十四節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醒察 恐怕你裡面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無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燈 他真是很謙卑 他是不以神同等 與神同等為強奪 這是在弗里比書二章說 其實他是與神同等 與天父同等 但他不將這東西強奪 他不會搶這東西 他是甘心謙卑自己 甚至成為勞博的樣式 為我們死就實至加上 這就是耶穌那種謙卑 耶穌說什麼呢 我看到父在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看到父在說什麼 我就照樣說出來 耶穌也是這樣侍奉 何況我們 我們照神的方式去做事 我們的眼睛就光明了 神的方式 聖經的話語 這樣的時候就光明 但如果眼睛 注目在我的榮耀 我有多厲害 有多少人跟著我 我有多大能力 是不是一些 或者一些 那些秘方的問題就會解決 其實這個聖經 聖經很清楚說 先求神的國 與他一切加給我們 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這些就是秘方 聖經說了 但有些人有其他的秘方 聖經沒有說 我們要分辨 哪些是聖經有說 哪些聖經沒有說 當我們跟從聖經沒有說 眼睛就黑暗 就會走錯 其實我自己真的覺得很惋惜 很多人不接受聖經的工作 我覺得很惋惜 很多人接受聖經的工作 但在教導上有錯誤 我又很惋惜 我不是說我適合 我只是盡量去尋求神的心意 而我很想跟傳統教會的人溝通 我們都是弟兄姊妹 你有的聖靈感動都是從聖靈而來 就算你不接受聖靈充滿 但你用你的方式去跟從神 神都體育 我會想跟他這樣溝通 我不是說 你一定要聖靈充滿 我會說鼓勵你聖靈充滿 不過你沒有被聖靈充滿 不要緊 不死得的 你聽完耶穌說 耶穌叫你做甚麼 你聽完耶穌說 按照聖經的吩咐 神都喜歡你 我可以用聖經給他看 如何毀身 如何祝福人 如何幫助人 傳統教會可以改變 聖靈的教會 都希望改變 不過有時都頗難改變 因為他們有他的方式 有他的模式 很難去說服 但我也希望有些會接受 希望我們中間也會接受 分辨我們所聽到的教導 哪一樣是聖經有說 哪一樣是聖經沒有說 哪一樣是跟聖經有違背的 我們就可以分辨了 讓我們的眼睛明亮 我們的眼睛明亮 全身就光明 我們看清楚甚麼是合乎神的心意 我們全身就光明 全身光明就毫無黑暗 你就必然光明了 整個人就在光明之中生活 希望我們活在神的光明之中 走在神的路上 耶穌也說 你在祭壇獻禮物的時候 如果想起帝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跟帝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這個說到 就是我們跟人有任何的問題 當你來到敬拜神的時候 咦 有一個人不喜歡我 有時他不喜歡我 我也沒有辦法改變 不過我可以改變我就改變 我盡量和他好 盡量善待他 饒書他 繼續對他好 我已經做了我可以做的 他不肯改 我可以任他 不過我們有沒有人 我們還沒有處理 我們就需要處理 這也是修理的 這個過程是修理 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 跟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刺 會傷害我們 因為我們的內心太多被人影響 心裡有怨恨 不喜歡某些人 排斥某些人 這也會成為我們的障礙 我現在講不同的地方 這裡講到情緒 詩編77編很特別 大家可以詳細看 我解釋來講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祂患難 我就夜間不住的舉手套過 我心不肯受安慰 詩編77編很特別 他講出詩人很清楚 講出他內心裡面 因為在困難之中 他的心不肯受安慰 他想念神就煩躁不安 有時人都會去到那個情況 尤其當他未曾認識神的美善 以我來說 因為我多次深信神的美善 所以我有什麼困難 我不會說 神下你都不幫我 我不會去這個位置 因為我已經知道神是最美善 所以我就會想到神是最好的 但這個詩人 他未處理到這件事 他就煩躁不安 他沉淫悲傷心便發昏 他一直在心裡很憂傷的時候 他心就發昏 很沒力了 你叫我不能閉眼 睡不到覺 我凡年不安 甚至不能說話 後來他改變很大 在同一篇詩編 我就想我夜間的歌曲 《門心自聞》 摸心問問自己 細心醒察 我醒察我自己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 不再私恩嗎 難道神丟棄我 永遠不再理我嗎 我便說 這是我的懦弱 我要追念至高者 顯出右手之年代 這是我的懦弱 我想回神做過什麼 他曾經做過什麼 我想回 神是你們作為結靜的 有何神大如神 是沒有一個神 好像神那麼偉大 這就是很大的轉變 由他起初埋怨 心裡憂傷 煩惱 改變成為感謝神 因為當他算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時時 記得神的恩典 經常記實 我經常記實 有時有什麼事發生呢 例如我剛才弄一個電腦時 彎下的身體重新 大家看到那裡有四條柱 那個柱在我眼旁邊 我都會想 神謝謝你報仇我 我上來時可以一聲撞下去 這麼少的事 我都會說謝謝神 謝謝神保守我 很多次不同的事發生 我們都可以留意感激神的作為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那你的情緒就不會受影響 時時都會感激神的心態 我們今天的訊息 我大致上說了 但我現在給大家一個挑戰 我們大家反思一下 我們的生命有多少困難 多少痛苦 你可能覺得 好像神沒有幫我 或者那些人很壞 或者為什麼我這麼難 可能有這些思想 我們可否轉念 這些一切在神的手中 神容許這些事發生 不是神製造困難 其實神不是製造困難 神不是令人憎恨你 而是人會這樣做 不過神會使用這些來修理和管教我們 我們生命中有些不聽神的話 求主幫我們修理乾淨 讓我們接受神的管教 以致可以提升 否則我們永遠都在同一個層次 否則我們永遠都是一個 很慘 我都做不到事 我生命都是很慘 或者對於神是一個很負面的看法 很多人都覺得神都不會幫 但我永遠都是深信 神一定幫 我們聽說一定幫 神一定祝福 到了審判的時候 很深信 神不需要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神不需要道歉 神不需要向我們道歉 神會說 你看到我這麼多恩典 我還有更多 我現在給你看回 我深信我們到天堂的時候 神會說 你看看 這一陣子我做了什麼 這一陣子我做了什麼 我每天做不同的意念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眾多 我又數選比海邊的沙更多 詩篇139篇講到 神有很多好的意念 我們現在看不完的 我們看到一點 現在你看到你的神 你真好 你聖靈感動我這麼多次 接受我這麼多次 改變我這麼多次 我真的感謝你 大家會不會重心看著 感謝耶穌 這麼多次修理我 主幫我接受你現在給我的修理 讓我結果子更多 亦都感激神 整日活在 其中一個很大的要修理是甚麼地方 如果你不是感激神 不相信神的美善 這個需要改變 如果你經常覺得 神也不給我最好的東西 我要用一些特別的方法才能得到 其實不需要 只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意義 我們愛祂 神就將最好的給我們 我們處理生命 神一定將最好的給我們 求主幫我們醒察我的內心 真是神啊 我有甚麼需要處理 求祢幫我 我的生命才可以提升 我需要甚麼卡住我的 求主幫我醒察 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我自己也要提升 我自己也要提升 神幫我 更加提升 更加給神使用 我們用這首詩歌 幫助大家去反思 奇妙性靈 請將三波結靜 提出我為願能赦醒 因主我靠能將祢 因主我靠能將祢 心內猶和於謙卑 情烈死愛熱誠 感染萬千生命 將向祈美善靈性 請將三波結靈性 神願你來途中啊 使我再靈裡果子更多 奇妙性靈 想向三波結靜 提出我為願能盛醒 因主我靠能將祢 因主我靠能將祢 心內猶和於謙卑 行以愛以誠 感染萬千生命 將向祈美善靈性 因主我靠能將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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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內猶和於謙卑 因主我靠能將祢 行以愛以誠 感染萬千生命 將向祈美善靈性 將向祈美善靈性 將顯微是靈性 我們一起閉上眼神 求你醒察我們的心 求你醒察我們的內心 求你醒察我們的內心 有甚麼黑暗、憂傷、苦毒 求主幫助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你有沒有知覺神在我們心中現在在做甚麼 當你反思可能你會想到 神現在想我們有甚麼地方給祂修理 求主幫助我們反思我們的生命 現在我們的方向到底是向神 還是向自己 我們的方向到底是甚麼 我們的眼睛是否明亮 是否光明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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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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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 这一阵大家 祢和神说 神啊祢改变我 神啊求祢修理我 肯求圣灵 洁净我的心 改变我 让我接受 我面对一切的困难 不要紧的 也都我们数算一下 神做过什么好事 在我们生命之中 有什么地方 神数做过的 你会数算吗 变好神 祢俩共生炎充满 聪弄我 欢求祢碍释放我 祢美命之中 nov fund age 祢美�백宠 我心 恨求聖灵 改变我 改变我 恨求聖灵 充满我心 恨求聖灵 充满我心 恨求聖灵 充满我心 恨求聖灵 改变我 主 求祢的聖灵 充满我心 求主 祢向我们说话 求主 祢帮助我改变 让我看人生不再好似以前 有些人看人生就说 哎呀 我有多少福 多少苦 我有多少困难 我们看人生可以用神的角度 神做了多少功 神还想做多少功 我怎样让神在我生命中做更多功 提升我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